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虽然获得了保释 但是在全球封杀华为的序幕却刚刚开始 华为封杀令在欧洲更是持续的发酵 同时还出现了中国要比俄罗斯更具有威胁这样的声音 我们下面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 请静玲来我们报道有关情况 静玲你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孟晚舟事件不仅仅是揭开了美中两国 又一波白热化争端的起点 那么在欧洲各国现在也开始封杀华为 还传出了关切这个所谓的中国因素 要比俄罗斯更具有威胁这样的舆论声音 是这样吗 是的玉文啊 华为事件不但没有因为孟晚舟或者平息 反而呢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在扩大 从英国法国德国到捷克 我们陆续看到了华为在欧洲持续遭到封杀 那么其中这个英国电信 法国电信和德意志电信 都是各国最大的电信公司 而另外我们则是看到了欧盟在本周宣布了 一项有关补助微电子行业的这个计划 我们知道过去这种直接补贴的做法 在欧盟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现在欧盟修改了这项法规 除了这些我们看到的具体措施之外呢 另外看到的一个新的现象 那就是跟俄罗斯比林向来着重 俄国因素影响的欧洲 现在是第一次正视 美国川普政府官员的警告 也是首次出现了关切中国因素 比俄国更具威胁的声音 那么也就是说承认中国网络的攻击的威力 它不仅只是一个远程的一个骇客 还可以透过这个社交媒体学术交流 和媒体合作等等建筑起来的威胁 是更危险的 而从情报部门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种低风险高效益的一个能力 那么这种能力将可以使中国的 在这边的威胁更长远更深入 而且更持久 宇文 是那么静灵我们也知道 英国它是西方五眼联盟的主要成员 但它也是欧洲地区与华为合作时间最久 而且关系最密切的国家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现在孟晚舟的事件 在英国又引发了什么样的新冲击呢 英国一直是全球情报工作做的最好的国家之一 那么中国间谍在英国收集情报和活动的范围 这个英国国安部的工作人员 其实长久以来实际上就承认说 也确认他们看到的活动范围和美国是相同的 而英国的通讯情报机构的前处长 汉尼根这个星期他也证实了 他说中国在英国窃取知识产权是有很长的时间 他用历史悠久这四个字来形容 而且跟美国相较到目前为止 英国政府的声音却是远远的不足 英国为什么这样的低调 基本上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英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威胁 但是也是机遇 因此历届的英国政府都希望避免跟中国直接的对抗 而第二这是一个务实性的东西 也就是美国对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 从事网络攻击有起诉的法源基础 英国没有这样的全球执法的基础 而在孟晚舟事件以后 英国舆论是很强烈的呼吁英国政府和学界 必须深入探讨中国因素 对英国价值尤其是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的威胁 然后要这个英国政府还有学界 不能够再把头埋在沙子底下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变化 玉文 是那么静林我们最后大约还有两分钟左右时间 跟我们谈谈最近以来英国政界 或者说各界最关注的 同样的仍然是英国脱欧的问题 那么现在英国脱欧进入了倒数100天 英国还有欧盟在今天分别祭出了 无协议脱欧计划到底目前最新的情况是如何 是的我们知道英国是要在明年3月29号 那是它的一个正式的脱欧的一个日期 倒数100天 其实今天已经进入了倒数第99天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脱欧协议仍然是迟迟没有达成 而目前到底什么时候要在英国的国会进行这个投票 也还没有一个准则确确的日期 所以虽然英国政府是加速准备因应脱欧协议 甚至于昨天我们看到了英国政府 这个新一波的他们准备要过款20亿的英镑 来着重这个边境安全 甚至于还要派掉着3500名的军人来待命 协助处理这个无协议脱欧可能发生的任何状况 而今天我们看到了英国的这个富士100指数 降到了2016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 所以现在大家的忧心欲文 其实是英国根本就来不及准备因应无协议脱欧 如果真的无协议脱欧 接下来会怎么办呢 而我们看到的政治人物 只顾这个派系的纠纷跟争斗 英国的企业界昨天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说对目前的情势感到 他用胆战心惊这四个字 我想这是目前这里最好的气氛描述 余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江静玲 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